2月11号晚 歌手迎来第四期的比拼 各位歌手们也是纷纷放大招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 张杰在上一场比赛中 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而奔唱则选择了一首和娜姐 第一次相识的时候唱的歌Betman 他用极其细腻的柔情结实唱腔 诉说出了爱的美好 当晚的采访中 杰哥还说 如果这事情没有张杰会怎样 一样的呀 没有我可能有个 其他的杰 但是没有张杰 我估计 娜娜就没有那么开心 我说杰哥 你套路可真多 真是硬生生 比我们吃狗粮呀 当晚你们的老公迪马西 演唱的邱一农 可谓是震撼到了所有的观众 没想到小哥哥的中文 竟然这么好 情绪也把控的会议上的到位 听完真的是会不自觉的鼓掌呀 而前几期排名 一直处于中游的狮子合唱团 终于凭借 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一举夺冠 据说这首歌 他们排练了很久 也改了很多次 老肖的嗓音真的是没话说 要说本场最遗憾的 那就是杜丽莎老师被淘汰了 我相信看过前几期节目的观众 一定都会被这位唱将开朗的笑容感染到 2月12号凌晨 红涛也发微博谈到了 请杜丽莎参赛的原因 并大赞 是他点燃我做这一季歌手的冲动 说真的 这位杜奶奶在舞台上的魅力 不是谁都能学得来 猛了新闻 期待杜丽莎的再次返场 发导